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 广东石虎对战香港的一个对抗赛 开局是血缘之路 对冰局 转中炮对屏风马 这是 黄正文 对战 郭仲基 开局是双炮过河 那G2G6是老式变化 一般都是炮三平六 那现在苹果来 这个棋 红方过了个兵 黑方串打 上马一登 他并没有说是中间将军抽局 因为这样的话 可能会给人家一个 马气进武 对吧你现在一吃狙他回马一采去 等你继续走开炮八平四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说 他一局换双了还过了个兵 你这两个马受攻呀 很容易出问题了 简单换掉 换之后我中兵给踩了 吃 到这儿呢直接抢空头 弃子 双方走得很凶 这样的话这个棋 红方为了抢这个空头 也是付出了一个弃子的代价 正常应该下兵 他怎么还出老将了 给了对方一个上马机会 他以为吃狗子 结果被人家拉住 随时可以掀起后去 想靠这个兵去解救这个鸡子 退居呢准备将军吃他 吃炮 人家可以躲 吃这个炮 将军 吃掉 你要敢吃臭女鸡 由此 应该说黑方已经占优 将军 但这个棋想赢 还是要负一点周折 不过呢 这个棋 红方过来吃炮的时候 黑方躲开应该就可以了 但是他走的 将军 这步棋呢 可能是希望对方捕视 然后打狙 结果然上去了 走了一步空招 想骗敌方骗到 结果是王队 到这的话因为狙炮被拉住 那他这棋就不好赢 然后把这棋的查证退回 就是想讲话求和 结果呢这个棋 走到这以后啊 那正常不就应该把对方兵吃掉嘛 他怎么还走到个足以平二 难道是想对杀一下 接下来这个棋啊 双方到这儿啊 他是想赢 但是这个棋本身 不好赢 人家一只势就可以归位 或者上天都可以 上天之后他有一个金老将 这样你就赢不到他 那这儿你赶快要落个市民营兽兵才行 结果呢他这个棋想强硬人家 结果被人家一将 一招逼命 所以这个郭东基呀 优势的棋 走了随手的一步 走成了军事 最后呢被把握住还给输了 这样的话黄振文获胜 这儿 我看见了 这儿还可以做过 我不会做过 走 这儿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